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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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激烈中我對你來睡覺的時候 請你聽我的基督 他說我現在吃飯吃不下去了 我辛辛苦到不去吃飯 他說我的肉都已經打在骨頭了 都瀟山落肉 都沒有肉 都皮包骨這樣 我都吃飯吃不下去 整個人沒那麼多汤疏口 我注意力不激動 我不知道要怎麼 人家說已經都失去注意了 連說現在要怎麼處理 就已經都不開了 整個人吃不下去 睡不下去 很辛苦 那種辛苦不是說 還感覺到的辛苦 始終辛苦到已經都瀟山了 已經都整個人用手提頭 說你現在是在送什麼 失神了 人家覺得挺多 他說很激烈的時候 我不知道要怎麼 我說我的手提 旁邊在幫我照 那怕我做對的人在幫我罵 他說我吃到不像吃東西 好像很像在吃香蝠這樣 爐火 香蝠這樣 在燒出來的蝠 他說我痛苦的 用蝠這樣拿起來吃 因為猶太人 他們是 辛苦的時候是撈破了什麼 他們辛苦的時候 好像說香蝠這樣 牠在頭上這樣 是那種方式在表達 他說我已經甘苦到 傲心傲心 要怎麼咪起來吃 他說我是要怎麼做 兄弟 請你救我 請你救我 我整天都在這樣 嗨嗨嗨嗨 只能拖開而已 過功不出來 你如果看這個100控制片的形狀 你會覺得說 欸 怎麼會這麼生 我相信每一個人 在我們的人生中 你一定都能遇到一種情形 這個100控制片 並沒有說是什麼事情 沒有 只有說 他的人生遇到一些辛苦的時候 那個困苦的時候 已經完全沒有那個能力 可以去面對 完全沒有那個能力可以去處理 我們對於這篇的性情節 我們可以提供 我們人家在世間 很多時候 都很無助 人家很奇怪 當你在順利的時候 你會覺得 天啊 沒有什麼困難的事情 什麼事情都沒問題 一定有什麼糖糖處理 一定有一條出路 那是你心情好了 你如果當心情在賣的時候 你如果當到一個戳戳的時候 你如果當到一些事情 是你的能力沒什麼糖糖處理的時候 那時候 你就會出現聖經所記載的這種情形 吃飯吃不下去 要求你做這些储物的事情 以前有興趣的事情 現在都沒有興趣了 要打高爾夫的人 要求你去打說我沒有了 要求你生家的小姐 要求你去生家的公司 你也沒有心情了 那裡有人很愛吃好吃的東西 你說怕怎麼吃好吃的東西 他就說我沒有胃口了 我想這很多情形 都有可能變成這樣 那依這個可能性 大家感情的促進 大家感情的促進 最容易帶來這種情形 就是說是亂 你的太太先生有分外情 或是說你本身丹亂 對方沒有了解 你愛得很痛苦 或是說可能是兩個人 這樣法庭說 雖然還沒結婚 但是有這個劈腿 他這樣有很久的人 交往 大概這種感情的促進 最上次會出現 100控制片所描冊的這個情形 因為感情對一個人的打擊 是最大的 但是心情沒有說 這個人是失聯 只是我在看他的廟下的時候 想太會想 可能我們人的一生中間 很多人失聯的時候 會有這個情形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說 我已經很久都離開那個年紀了 我們有的都比較老的 說失聯 大家不知道幾十年前的事情 如果是對年紀比較大的人 會說 那不可能會遇到這個情形 有啦 也是有啦 就是為我們的兒子 在擔心的時候 像我告訴我一個阿嬤 為他的兒子 發生健康的問題 躺在便宜裡面 他這樣想想去看 他說我擔心和飯都吃不下去 整天好像說很重重 我又不知道要怎樣 因為我這麼老 他的錢的問題 我又不可能去上班賺錢 他貼不可能 你說叫我去美國 八十幾歲了 要有那個體力 沒辦法 所以說很油門 像這個情形 整個桌子 傻心傻心 他便宜上班 便宜上班 可以擔心的時間更多 對齊 起床開始桌子擔心 不知道要怎樣 在那裡 啊 這樣 當然你不吃 你就越來越散 那整個民室都難看 那整個民室都散下去了 都會這樣 所以你看 一個巨大人 自己可能很好 為了煩惱我們的小孩子 為了煩惱我們的兒子 為了煩惱我們的兒子 煩惱我們的兒子 也會這個情形 有的是煩惱 女兒子的婚姻 有的是煩惱他們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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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煩惱很多事情煩惱 有的是煩惱 有的是煩惱 反正你的兒子有健康的問題 我們也是煩惱 所以我們夏天洗肝 實在正確說 你如果沒有一個 上帝堂外殼 如果沒有一個 給你基督的對象 我們說實在 夏天洗肝 睡覺的時候 很睡覺 痛苦的時候 我們叫做痛不遇生 你如果剛好痛苦的時候 讓你永遠要換下去 要煩惱 好像不敢煩惱 還沒煩 因為你煩也沒煩惱 你煩這個問題還要存在 那時候不知道怎麼煩惱 叫你解決我沒辦法 我沒力了 你如果說是經濟問題 你說負責這麼多 你要怎麼害 想說這不知道要害幾死人 這很有可能 有的做生理的人 我手轉一下 我手轉一下 我判過而已 可以賺一點錢 結果判過而已 整個政府都拖下去了 這很多 很多人都因為這樣 以前說百分之一百 這很穩 但是出一個異刀 什麼叫做異刀 就是在你的價位的異刀 你就沒想到 沒想到就是 發生這個事情 我們收到的檔案件 就很大 其實最大的檔案件 就是我們的心理上 沒有那麼多負擔 那超過我們 心理可以負擔的東西 你如果說政府 有的人說 幾下萬塊就這樣 有的人幾下百萬 有的人幾下千萬 有的人要真意 你怎麼說 大家心頭都很大 但是大家可以 省省也不一樣 所以有的人可能幾萬塊 他去跳下去了 有的人幾百萬 他也還要屁屁了 所以很難說 這個東西不是用金牙在看 是在看你的心 有那麼多負擔 會負擔 會負擔多重 這就很特別性 每一個人不一樣 有人天要崩潰 他也沒關係 有人稍微發大事而已 已經是辛辛苦到 用來換掉了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多少小孩 這個東西叫做感受 我們都會感受到那個壓力 四篇一百控制片 雖然沒有提到說 是什麼樣的事情 但是呢 他卻提出 當一個人在辛丹 壓力的時候 他會有的一個反應 那個反應就是 他已經完全 真多一個 只有孩子一樣 只有可以好而已 都沒有任何的能力 來處理那些麻煩 另外人生中 我們不用得住 所以對這個心經的記載 我們親親的負擔 負擔 人比創造在世界 一定要有一個外科的對象 如果沒有一個外科的對象 等你一生中間 一百兩百就好 不要說常常常 常常運動 撞不住 就如果有一百兩百 遇到這個大條件 你就用來賣錢 那個時候 只要你有一個上帝 可以外科 只要你還可以有一個信心 相信 那有絕人知 你還怕下去 只要你身邊 還有人可以鼓勵 那不然 人生這條路 你在走的時候 你實在沒有辦法保證 保證 所以現在很多 我看台灣現在我擔憂 擔憂什麼 很多這些別父 現代的別父 打拚賺錢 有些孩子準備這麼多 保證過六分 有些孩子 舊子這個 意思好像說 你翻證你以後 你不用擔憂 你以後 學費 你價錢 你日後 像你說出國的費用 說得難聽 你說 你這四人的生活費 我都給你穿起來 這樣你不用擔憂了 那什麼 不一定 你兒子就算說 都不用擔憂這些東西 他自然會去找東西來擔憂 那些人很奇怪 你就看這個人家改好名 他以後我找東西來擔憂 所以這很難說 你看 我們記一個 我們全世界很出名 那就是英國的一個 叫做查理王子 你說如果做這個王子 多好名 你知道嗎 他的財產兩百多億 他的薪水 一五月 你那五十萬 他不用上班 他是貴重 他是英國的豐重 他說英國的制度我們沒有了解 我是不知道 為什麼英國人 這麼高興大家落歲 落落來 要來飼一個貴族 鳳族 聽說他們家 只要給他學生 就百多元 他只要起床 就四人 先來擔憂洗面 水來給學生 換衣 洗頭髒 洗頭髮 洗頭髮 跟他處理 四人 起床就算四人 他就最不必了 他們小孩 三分之下 去英國 去澳洲 去渡渡 去騎買 那個生活很好過 那裡有什麼 擔憂 他這四人 他的錢 不知道他們 你怎麼看你就買不到 很多時間 報索 全世界 這實在是 每一年都會做的事情 每一年 我們有一個富士比的挑戰 那種挑戰 什麼人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他說 那好的人錢都買不到 買不到 有人辦一個分裂花十七億 有人買一個東西花十幾億 你看怎麼說 他就買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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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買了 買到錢就再一次了 你說這種人絕對沒有擔憂 不一定 對不對 查理王子 你看他這樣生在那個方向裡面 他這四人就很快樂 就知道他又帶一個 帶我哪有王妃 那玩得這麼漂亮 對不對 牽到他的手 手在這裡跟人家 給人家 就這樣而已 這樣他的人生有在那裡 有在那裡 有在那裡 那你如果來做醫院 你要痛死 那但是很奇怪 他有在那裡 有在那裡 有在那裡 他也有在那裡 他也有在那裡 他為到他的愛情 他也有很多在那裡 為到他們兒子 在家裡的時候 去穿這個 一個化妝部的 去做一些 這個西特勒的學長來 也讓他頂到那裡 這樣 你看 親愛的朋友 人家外在世間 去回答 有不可能 有人煩惱錢 有人煩惱健康 有人煩惱的 Children 有人煩惱他的老婆 有人煩惱 他們煩惱 有人煩惱自己的賜 耶穌跟他煩惱說 沒辦法堂 會出一個好的作品 他不跟他煩惱說 沒辦法堂 寫出一個好的作品 大家都有種煩惱 這些是說 人知道世間 我們基督教說這叫做多 你換在一個有多的世界 不可能沒有煩惱 你就算什麼都有 你出問就煩惱你會安全 煩惱去用頭 煩惱去用手 很多東西都煩惱 所以不用責任別人 別人感到這麼快樂 不會贏 所以要安裝可以無煩無路 一定是你可以有任何一個兄弟 當你煩惱的時候 可以像一百控制片 你來對他來祈禱 好 來 休閑一下 等一下再說 還有很多人煩惱 來 歡迎回來 老三的節目 今天給我們這個詩篇一百控制片 它就是在廟下 廟下說 世間人有很多事情的煩惱 煩惱到不吃不睡 煩惱到消散漏 煩惱到整個人都已經不允許 水力不營養 沒得到湯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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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我一個朋友 他在規篇他 生理真好 生理好就好 好的問題是 因為生理好 所以防威嚇 人家就這樣來 要幫他討錢 你說這樣有痛苦嗎 這也很痛苦 他每天在賺錢的時候 他就在煩惱 煩惱不知道什麼時候 人要再來討 我這拖給他 或一拖他當時要再來 我要怎麼知道 這就是最恐怖的事情 你如果說 我就客廳說 我這筆錢給你 都不要來亂 你如果讓我這樣好了 問題你不敢確定 我們道上兄弟來討的時候 他說 走路錢 拿我來 你兩天如果要走路 說得不好 如果要去歐洲出途 他也幫你討債 你像是說 我不敢拍名 我自己賺到死 我就不敢去歐洲出途 你們這些歐洲都不用每天 都給我討債 要去歐洲出途 你也就給他了 所以說 人生要煩惱的東西太多了 你看一個人好像每行都好 都不用什麼煩惱 我跟你說 你如果跟他有夠親密的時候 你如果願意 將他心裡說給你聽 我幫你報警 絕對有很多煩惱 一定有煩惱的東西 煩惱太正常了 你說 你做牧師就變成什麼煩惱了 怎麼會變煩惱 我煩惱我的回憂 對不對 這些回憂就是我在照顧 我就像是一個母親的人 在照顧我的母親一樣 我這些回憂好像我的母親 母親也會拍拼 那回憂也會不順利 他不順利的是你是不是要去看 他也有他的壓力了 當他老公彈彈的時候 你不可以去關心 愛了 所以都愛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我們的煩惱 你說 自己本身做一個團告者 我會拍拼嗎 也會怎樣賣 對不對 我會當時有經濟困難嗎 也會怎樣賣 我會當時有小孩沒聽話 會啊 你老公還沒完結嗎 當然也會啊 對不對 這每一個人都一樣 人外在世間 就是你煩惱不了 因為我們外在一個有多的一個世界 所以你不可能沒有煩惱 當時有一個人回去上台 那些地方都沒有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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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地方都不用再煩惱了 所以不知道你如果看 我們在基建這個個別室 都給你用這個 一般人在打的說什麼 真好心鬼 我們都叫什麼 我們叫做安息主懷 安休嘛 就是不用再操作了 都不用再累了 時間夠 我們回去休息了 就像說我們一組來出差 來這個世間就像來出差 現在出差的時候 回去總公司 不用再躲好 還不用再添生理 還不用再四家種 可以回去休息了 就這個意思了 所以既然你現在多一個時間 人材竿互心不留伎 既然你多一個時間 你當然你就要擔心 你一個百種百金而已 我們說婦人人 一個家庭主婦 一個百種百金而已 開門七個事情 茶米油 鹽 豆油 還有很多這些 像混料 醋 茶米油鹽醬醋 茶 香味的茶 所以你看 一个开门而已 这就都我们的生活开始犯了 烦恼这些烦恼那些 烦恼小孩的功课 烦恼老公的事业 烦恼很多东西 所以如果人真的要想 我们既然不可能不烦恼 烦恼太正常 烦恼一定的 如果这样 我们就要有一个交通的对象 你说要拍一面烦恼是不可能 但是我们继续可以说 当你烦恼的时候 一定会烦恼 烦恼的时候有一个人会说 哎呀 这样就很好 烦恼的时候卡了一个电话 我现在心情很坏 你烦恼的时候 很想和人们说话 叫做吐苦水 像整百多的艰苦的水 都吐吐出来 烦恼的人就知道 你在烦恼的时候 头昼这样 很想吐 什么时候咳嗽 当你真的吐出来 真的看完 他们都吐出来 我们人也是这样 南边有油炉 南边有档打 南边我们在世间有烦恼 这样不错 你要将你烦恼 龙中吐出来 你要对上帝要来说 你在基督中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非常痛快 上帝啊 我现在很疲倦 我非常相信 或是说上帝 我现在很失望 或是说上帝 我现在很疼 我的身体也疼 我的心灵也疼 我很多方面的压力 上帝啊 我是不敢这样 你不要看 你只要向上帝说一下 上帝 那结合到自己 那心头 压燥 艱苦 那会打扁 一定会可以好好来 跟我们的困惑 说上帝 听 尤其要对上帝 得到暗虚 所以随便上上来说 来休息 你们在休息 要知道我是上帝 要知道我在讲 要知道 这一切都在我的手中 这个世间在上帝的手中 才会坚定 不会黑白色 黑白照 不然这个乌兜的力量 这么大 那如果上帝 有更大的灵灵 地球不知 距离下去了 所以你如果有这个观念 如果我都接受 上帝在讲 你如果了解 这一切的事情 上帝都我都处理 如果这样 你如果遇到 那个义丸 遇到你生丹不去 遇到你没了解 这些事情的时候 尤其是 来跟上帝说 来看好 来看好 跟上帝说 上帝对我 我很想跟你说话 上帝我现在很想哭 上帝我现在很想哭 你的情绪说给上帝听 那你如果是个好朋友 在你的生活边 把你摔下 让你面前靠下 你会觉得结架很好 我们人要有这个勇气 已经发生的事情 没办法改变了 他已经发生了 没办法 虽然你没有怨疑 就已经发生了 不过分多情 你会很伤心 但是他就发生了 你要接受了 你要发生说 这样现在要怎么面对 是要为他祈祷呢 还是说自己担拌呢 还是说要办理论呢 我不知道啦 我们就要有一个暗算 要有一个看要怎么处理 这个情形 我们要有一个行动 所以我们就要打起精神来 该吃饭 吃饭 该睡就来睡 睡不着 跟上帝记住 正经拿起来看 很快你就睡了 跟上帝记住 你就睡了 没办法 我们说对着 都已经发生了 你又在那里 效果 都没办法 比较勇敢 面对你的问题 跟上帝说 跟上帝记住 后来这是顶担担 到底在这个诗篇里面 上帝怎么回答 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 我们又继续看这段经文的 会担担 所以后一集请继续收看 那有什么接触 谢谢 复刻 你要听过吗 有啊 复刻船长 没有啦 不是啦 我说的不是卡通人物啦 是一个科学家叫做 复刻 它有发明这个 弹性定律 这个复刻 它没办法你知道吗 它用穿这个 上帝的 洗甘上帝的 科学家 蛤啊 那我没有爱 没有爱 你买也没办法 你想说你先做原道德 可以做科学家 这个复刻的故事是很出味 这个复刻 身体有夠浪的浪 心肌更塞 又有疼痛 陶瘾 失眠 心境随略 这样 摸杯有夠多多 还有下骨串 比杜源 第一次 第一次 他去学校的时候 董哥都害怕到 老师也害怕到 奇怪 哪有生做这种学生 来学校在乱 但是 这个复刻 他都没插白人 有一次 有一次 胸口的时候 他做一个东西 大家都看不见 他放在桌上 大家都去研究 到底这是什么 老师也会问 喂 你做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复刻说 这个叫做 秋标 老师很怀疑 你十几岁 你做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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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复刻 老师说 完全正確 这都我自己做的 每一个冰箱 都我做的 老师说 有 有可能 秋标 秋标 那冬来冬去的是什么 这 这就是这个复刻 他说 他发明的这个 彈簧 放在秋标 这样 秋标 让这个齿轮 叮咚 这就是复刻 利用彈簧的规则 让这个秋标 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 後来这个基础 团去到 欧洲 团去到瑞士 所以现在瑞士的楼梨 的秋标 他玩 真有名 這樣就好 好嗎 這個复刻 很努力 別人在上課很專心 你知道1653年 這個副科 他在牛津大學 但是他不是去讀書 他是去做工友掃託家 一邊掃託家 一邊聽課 他在 聽到1655年 他這樣叫一個 老叔 把他拿出來 把他拿出來 做一個科學家 所以你看看 這個人的成功 實在不容易 今天在外面掃託家的人 也可以變做科學家 所以 各位小孩 不要去看掃託家的人 來來來 時間到了 來 我帶你來 掃託家 兩天 可以做你做一名科學家嗎 好來 各位再見 掃託家庭囉 掰掰 下次再見 大家再見 pannt 轉 我們 謝謝 拍拖